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仿佛铺天盖地 侯方惊恐地睁开眼 昏暗中发现周延涛的大眼珠子 也正瞪着自己 周延涛一个翻身下床 跳到窗边 打开窗户一看 不好 我家着火了 说着捞起衣服 便往身上套 侯方开灯到窗边一看 见楼下窗户已经伸出火蛇 使旧地往上窜 似乎要烧到自家窗上来 妈呀 长这么大没见过这场面 侯方吓傻了 周延涛边套衣服 边问侯方 手机呢手机呢 侯方两腿打你 跌跌撞撞走到床头柜 摸到手机 哆嗦着打了一百一十九 周延涛破开楼道的消防箱 挖靠消防栓竟然没水 又跑到院子里 把水管打开往火上浇 左右邻居也被吵醒 都来帮忙 可是火势太大 控制不住 漫天的烟纸往上窜 顿时就占领了整个楼道 侯方下楼的时候 楼上的邻居们也被惊醒 正慌慌张张地从烟雾里冲出来 陶也似得往楼下奔 消防车乌拉乌拉骑士到了 可路两旁乱停乱放的车把路挤得太窄 车过不去 整个小区都苏醒了 帮忙挪车给消防车让路 火终于灭了 周延涛家的主卧被烧得黑乎乎一大片 还好其他房间没被烧到 三楼四楼住户的两个女人在窃窃私语 说着火灭的还算及时 没有烧到他们家去 俩人看见侯方爷在旁边站着 小声问他 为二楼的你家是不是动静特大 侯方经过一连串的慌乱 现在算是有点回魂了 可被他们这么一问 还是有点心虚 生怕他们看出来火灾之前 他和周延涛在一起 回想起他下楼的时候 感觉卧室地板都有点热了 于是抢挤出一丝笑说 地板都有点热了 太吓人了 火灾原因 分析是插座起火引起的 插座起火 侯方心里一紧 不是给他电瓶车充电的那个插座吧 晚上周延涛上楼来找侯方时 顺便把侯方的电瓶车推到了他家小院儿充电 院里没插座 周延涛就弄了个插线板 从主卧引线到院子里 给车充电 侯方想起周延涛屋里总是乱七八糟的 床上扔的都是衣服 也许是着急上楼来 旁边有什么东西覆盖了插座也没注意 也或者就是插座质量不好 侯方心里一万个后悔 早知道就不在他家充电了 如今这场面 周延涛会不会让他负责任 侯方住二楼 周延涛在楼下 原本俩人没交集 有次周延涛卫生间的天花板老往下滴水 怀疑是侯方家防水有问题 就来找他 结果发现只是下水管盖子松了 缠上水胶带拧紧就不滴水了 跟他家地板没关系 周延涛说 加个微信吧 三楼上楼下的 有啥问题可以随时联系 侯方想起刚搬来的时候 好像在物业那里看见过 周延涛卖房子的信息 就问他 你是不是卖过房子 为啥 周延涛说 离婚了 就想把房子卖了 可是挂了很长时间没卖掉 后来就算了 侯方这才知道 周延涛离异 有个女儿跟着前妻 说这些私事 迅速拉近了俩人的距离 侯方打趣而道 你看你名字多热闹 又是水又是火的 怎么就成孤家寡人了 周延涛说 我看你也总是一个人 侯方心里一酸 他老公在外地工作 儿子刚上高中寄宿学校 日子常常冷清 就跟周延涛说 咱俩是同病相连哈 侯方觉出了点暧昧的味道 那天中午 侯方正在切菜 从油烟机里冒出一股枪辣椒味 挺香的 味道都是网上飘的 肯定是楼下的周延涛在炒菜 可接着 似乎又闻见了一股浇糊味 侯方就给周延涛 发语音 你家在糊了 你咋知道 我闻到了 可能我家油烟机质量不好 不是吧 那我炒啥菜你都知道 我大了能闻到 一锅好菜让我给炒糊了 真可惜 要不来我家蹭饭 反正我一个人吃不完 好啊 周延涛屁颠屁颠上来了 还带了一瓶红酒 说 哪能空手来 侯方分明觉得 周延涛眼里有团火 快把他也点着 心脏都兴奋的多扑通了几下 怕周延涛看出自己的慌乱 侯方扭过头去开火 周延涛看了灶台上已经切好的菜 说刚才纯粹是失误 现在他要露一手 展示真正实力 说着戴上围巾 撸起袖子就要开炒 俩人一个掌勺 一个打下手 真相恩爱的两口子 别说 周延涛炒的蒜台肉丝还挺好吃 酒饱饭足 俩人滚到了床上 天雷勾地火 沉睡的欲望苏醒了 那之后 周延涛常常过来 俩人一起吃饭睡觉 让侯方觉出了生活不一样的滋味 周延涛很体贴 有时侯方越是肚子疼 周延涛抱着他 一只大手负着他的小腹 能给他暖衣液 碗也会洗 力也会从擦 比他那油瓶倒了都不服的老公好太多了 只可惜 俩人不是真正的夫妻 周延涛说 侯方把电瓶车推楼上充电 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视频里好多在电梯里起火的 侯方也感慨 他平时也不坐电梯 可是电瓶车上下就要坐电梯 早上急着上班 却是电梯最忙的时候 经常等了好几分钟 电梯都空不下来 周延涛提议 你给我一把车钥匙 晚上我把车推到我家小院里充电 早上我起得早 充好了就给你放车棚 不会有人看见 周延涛的小院挨着车棚 侯方欣然同意 有时周延涛会问侯方 需不需要我充电啊 这个充电一语双关 侯方笑着骂他流氓 没想到货从天上来 充电冲出火灾来了 侯方想去看看周延涛 可一整天 小区里段段续续 有来周延涛家参观的 他得不着空而 就连在外地的老公赵大海 也在群里看见消息了 问侯方 他家烧成啥样儿了 能不能拍个照 咱家有没有影响 侯方说 幸好发现及时 我见火苗网上窜 真怕把咱家窗户烧坏 老公说 楼下男人独来独往的 以脸衰香 他家风水肯定也不好 祝他家楼上真倒霉 侯方听老公这么一说 再看周延涛的面相 好像确实有点衰 晚上 周延涛来找侯方 以脸疲惫 躺在沙发上 唉声叹气 侯方给他下了碗面 他也没心情吃 侯方小心翼翼地问 消防栓竟然没水 还有我们小区的车辆管理问题 这都是物业的责任啊 物业啥态度 侯方希望物业负责任 要不然周延涛的损失谁来承担 周延涛翻了个身 有点不耐烦地说 明天继续跟物业协商 物业答应赔偿 可是不能全赔 因为小区的开发商早没赢了 配套的物业也撤了 现在的物业是小区业主 经过商议从外面请来管理小区的 所以消防栓没水不是物业的错 他们只承担车辆管理不周的责任 双方协商 同意赔五万 周延涛算了下账 拆拆再装装 算上公费材料费啥的 得十万 侯方担心的问题终于来了 周延涛开城不公 你看 我是为了给你充电才起火的 我这么大损失 你不得表示表示 侯方知道这个问题躲不过 无论如何 这次起火都跟他有关 他出点钱是应该的 从感情上说 他来好了这么久 他想帮周延涛度过难关 可是他不是富婆 他正的只顾自己生活 儿子上高中了 接着还要上大学 结婚买房生孩子啥的 哪一样都得要钱 要不是压力大 他老公也不会舍得去外地打工 思来想去 侯方给了周延涛五千私放钱 再多了侯方不能给 周延涛收了钱 有点不满意 意思是嫌少 侯方也有点生气 他的电车买来不过三四千 充了回五千块的店 他不亏充个店都能起火 还有比周延涛更衰的人 老公果然说的对 周延涛就是个衰人 谁沾上都得跟着倒霉 周延涛要修房子 就把侯方这里当成了家 侯方有点不耐烦 说 你着一点影响 你来这么勤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周延涛满不在乎 发现就发现 我怕什么 是啊他一旦身汗 他才不怕 怕的是侯方 侯方开始后悔 万不该偷吃这窝边草 现在自己是骑虎难下了 可又不能明着说分手 毕竟钱的事 他心里有点理不直气不壮 可周延涛找不是的 来侯方这里更加频繁了 床上也不再温柔 直入主题匆匆了事 侯方开始想着反的躲周延涛 不是说回娘家了 就是跟朋友同事出去唱歌了 周延涛吃了几次闭门羹 也就不再联系他了 毕竟都是成年人 有些话不必说得太过直白 小区物业被上级部分勒令整改 规范了车位 也在楼下车棚接通了充电桩 禁止飞线 禁止电车入户 侯方想起那辆电停车 心里就隔音隔荒 干脆换了台新的 这天 侯方把新车在楼下的充电桩 刚插上电 就见周延涛从院子里走出来 哟 换新车了 侯方在心里恩了一声 就匆匆上楼了 侯方心想 这样就算是断了吧 以后见面 就当不认识吧 侯方把周延涛的微信和电话都删了 心里顿时向卸下了千金重担 老公休年假 夫妻来小别胜新婚 侯方这才深深觉得 还是自家男人睡在自家床上安心啊 这天俩人憨战完 几乎要睡过去了 就听见门铃响了 还有不耐烦的拍门声 侯方心里一紧 不会是周延涛吧 大海看着后方 狐疑地起身去开门 周延涛喝得烂醉 见出来的是大海 嘴里咕弄着说 哦 走走错门了 转身亮亮呛呛地下楼了 侯方一颗悬着的心调度离去了 大海故意试探 他这是第几次走错门了 侯方吸了一口气 故作坚定地说道 我哪知道 我又没见过 话音未落 又听见拍门 周延涛喊 侯方 侯方你出来 他竟又折回来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侯方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 轰然他了 以前侯方听周延涛说过 他酒品不好 没想到喝成这样 他咋不喝死去 侯方干脆豁了出去 冲在大海前面去开门 神经病 发什么酒疯 周延涛被侯方这么一吼 更不服气了 你 你还凶我 你凭什么凶我 这时 大海已经黑着脸 站到了门外 周延涛仿佛见到救星似的 抓住大海的胳膊说 兄弟 你你平平理 要不是我给他充电 我我家会着火 他 他是不是该赔偿我 无 无情无义的女人 侯方知道这事蛮不彻底了 就只能耿着脖子 跟周延涛论理 我已经给你了五千了 你还想怎样 再说 是你家的插座起火了 又不是我的车 你的车不充电 我 我家插座会起火 侯方不知道他是装罪还是真罪 反正跟他变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撵他走 侯方死不承认 跟周延涛有不正当关系 只承认为了图方便 确实在周延涛家冲过电 大海去查了火灾当天的监控 他看见周延涛拿钥匙打开车把 轻车熟路把自家电车推走了 这么一联想 虽没有桌奸在床 可也足够说明问题 要不是俩人有私情 谁会平白无故献殷勤 大海把家里砸了个遍 又冲到楼下揍了周延涛一顿 就走了 他告诉侯方 等儿子毕业考上大学后 立马离婚 侯方苦苦哀求 大海不为所动 并让侯方准备一半房钱给他 要不然他会把他的糗事公布于众 侯方外面举灰 心里就剩下对周延涛的恨 他再也不想跟这个栓神 有任何瓜葛 也搬了出去 房子挂在中介那卖 本来小区口碑就不好 又几火灾 这下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迈出去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侯方后悔不已 他当初怎么就鬼迷了 回了一个好好的家 谁也怪不得 只能怪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